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 香港曾經出現過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 香港球袋也曾經在亞洲的足球運史上 創立輝煌的成績 我們也出產球員代表過中華民國 這些歷史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我們今天很榮幸 興哥請到很大面子 我們三屆足球先生 你見到和哥 興哥叫到當然要來 多謝… 我們看球時叫和仔 甚麼和哥 你現在叫和叔 現在老了 你肚子又一邊升 我們應該叫和仔 和仔可以了 親切一點 和哥好一點 不是 我在你們背後睡覺 我現在是小的 和仔 和仔 記錄修在 星期二晚10時 何蓉興一代降門的足球世界 好好看 一代降門何蓉興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10時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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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方知病床不苟 好了 或者我們先報導 比較新的數字 在5月21日 即是今天 5月21日 即是錄警時間 有312例本土案例 希望播出的時候 不要再高了 但在5月21日 這個防疫中心的 記者招待會 大家很關注 現在是3級警戒 會不會去到第4級 但陳時中說 沒有所謂第4級 問題來了 根據這個國家的 防疫級別 有4級 第4級是去封城的 近乎封城 為何你說 最多可以說 我們未到第4級階段 為何你說 沒有所謂第4級 是否你現在 國家標準 會將第4級的 級別刪除去呢 好了 不說了 我們講講 這件事是怎樣來的 我們上一集也講過 再review 如何說法 本地基斯 由5日隔離 改為3日 以前是5加9 即是5日隔離 9日是自住管理 經過泛民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居宗調停之後 他說 那些基斯找食很難 不要搞5日 他不是說找食難 他是說 心理很難平衡 我們要沽及他的心理因素 不如改3加11 即是3日隔離 11日是自主管理 好了 泛民提出這個意見 居宗調停之後 陳時中答應了 這個居宗調停 這四個字 可圈可點 甚麼叫居宗調停 你調停當然是雙方 現在一邊是陳時中 另一邊是誰 另一邊是基斯委託泛民 誰是基斯 他好像沒有任何一個組織 是 肯定有人反映 讓泛民 將他們的意見拿出來說 當然不會特定哪一個跟他講過 假設有些基斯委託泛民 就這樣說 好了 我們這個百萬網上KOL 昨天就說了 他說這個 去遊說這個陳時中 在國民黨的立委 我聽完之後 我怕聽錯了 我又再回帶再聽一次 他也是這樣說 即是沒有聽錯 這位百萬網上KOL 對國民黨一向都沒有感受 首先先說 這個是哪裏的KOL 是香港人去了台灣 是 是 我們的指導民間 是 其實 這個人 簡直是 我不知道他搞不清楚 國民黨民進黨 因為有些資料搜集員 給錯資料 因為他根本就是隨手言 連泛民是誰都不知道 他當然不知道 所以 我們要澄清 居宗調停這個人 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叫泛民 是大姐 是 好了 好了 因為 三加十一 這個機師 當然是 三天之後 到處走 但是三天 就是 我們當作前複期 其實查不到 到處走 又跟機師的朋友吃飯 又跟女朋友吃飯 又跟女朋友吃飯 有前獅子會的會長 又跟其中一個群組搭上了 所謂膠詐 帶了這個病毒 人和人的連結 我相信 是官方這麼說的 阿忠這麼說的 不是 他跟公店裡面的人連結 他不是跟機師的人連結 不要搞錯這個程序 這個獅子王非常活躍 周圍請人吃飯 喝酒 唱卡拉OK 原來又請了一大堆獅子 去了阿公店 泡茶 純黑茶 阿公店 我們上個星期也說過 裡面除了泡茶 和阿嬸 原來 現在阿公店裡面 就是 百分之六十 原來是六倍 大陸嫁來台灣 可能離婚 可能家裡的經濟不太好 或者 老公給得不夠 或者她有其他的需要 那就去了阿公店去做 做兼職 另外百分之三十 是越南妹 越南妹 有些是 可能是 越南請來台灣做看護 看護等等的工作 又去那裏找些外快 又或者 又嫁來台灣的 所謂越配 剩下來的 十 就真的是台灣的陀地 這些年紀比較大 剛才說的六倍 越配 年紀比較年輕 例如三十多四十歲 一去到陀地 就去到五六十歲 以謝公來說 三四十歲是年輕的 很吸引 很聯合國 我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沒有任何意思 我過去看路 除了 越配 六配 陀地之外 還有一個 地區 是泰國的 有些泰國 當時利用旅遊 因為我們在搞新南向政策 有些津貼他們來台灣玩 我們有一集說過 在高雄那裏 一落經 幾百人不夠建立 幾百人不夠建立 幾百人一時間 全國債務都不建立 這些就是 我們估計 藏在公店裏面做事 好了 而這些小姐 他們是車子轉的 即是說他們沒有特定一間茶藝館 在工作 我們這間坐 坐兩小時 接著我下兩小時去第二間 所以 連獅子王感染了武漢肺炎之後 跟他聘請那班人當然感染了 跟這些小姐又感染了 而這些小姐又不是坐在一個店 原來在萬華172間 你不知道 172間 我怎會知道 你上次說 不知道有很多間 我告訴你 199幾間 你說不會那麼多 所以我真的不懂這些 我只是聽朋友說 總共172間 是合法經營 不合法的 有千間以上 很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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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一定是 來源 一定是機師 來源 一定是來自獅子王 機師 再傳出去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 OP 在萬華區這個地方 成立了四個檢測站 他們呼籲別人來檢測 很多人排隊 但是每一個站 台灣 你又說回陳時中 給你一年 年九幾時間 每一個站收多少 每一個站收百幾個 沒有事 你四個都收了 只有六百個 這百幾個是 每天收的篩選 是百幾個而已 你加起來 頂洞就五、六、八個 你整個台北市 幾百萬人 台北市都切了兩、三個 以萬華就切得越多 四個 當然很多人排隊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去過公店那些 反而不去排隊 當然 你想想 不是我 每個人都說明天 我去完 驗到之後 回去 難交代 為什麼你有的 沒有 那我去過機師去過的地方 我搭飛機 那你去過難交代 所以 變了一些隱瞞的疫情 就是這些公公 就到處走 好了 變了現在 到處切都沒有用 但是 其實都是 這樣切了 其實都每一天 大概有百分之十是確診 就是 驗到的有陽性 那是萬華區 真的很厲害 因為 那六百 你現在驗了幾天 那你說二、三千 都有百分之十 驗到的陽性 那你想想 萬華區這個地方 是多麼危險 這是自願檢測出來的 不是說我確診 就是不算過班 其他院士 都相繼自己有檢測 但是也不多 因為 那個 那個檢測能力是有問題的 台灣真的 你給了一年 究竟時間 你也是搞到這樣 那些院士設多少個 就是由那些院士手上自己的決定 好了 那麼 新北市侯友宜就說 他建議這個 建立方艙醫院 喏 如果他不用方艙醫院 可能沒事 要用方艙醫院 就被人批評了 這是大陸的說法 市中部長 不是 市中部長沒有批評方艙醫院 他說不建立 但是 民進黨的立委 那些1450的側役 就在這裡罵 你沒有方艙醫院 其實 你不要在這個名字上 順便打轉 你不就叫他做什麼 低度收容所 圓倉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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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倉也好 就是你總要 因為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重症的人 入院 輕症的人 就叫他留在家 就是自我隔離 我家裡有老有少 那些人去哪裡 那些人去哪 那些人去哪 政府是不是有一套辦法 我趕快租幾個酒店 都把你推進去 他說 如果你們家人害怕 就叫家人租酒店 來 heavenly 你怎麼樣 你就這樣 哪有一個理由 或者找到男朋友 如果不是重症 那要在家裡 Euh 等待 大家記不記得 lin哥 等死 真的有 這個情況真的發生了 上個星期有發生過 就是一個婦人 說我們沒有床 你先在家裡等一等 家人兩天都沒有消息 就叫警察上門 兩天 兩天上門就死了 所以 輕症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變重症 所以你不可以叫他在家裡隔離 如果他在家裡有家人就驗了家人 家裡沒有家人是獨居的 謝功 什麼叫輕症什麼叫重症 輕症就是說 你感覺到自己有頭暈身性 感冒類似 原來這些輕症重症 就是憑目測 沒有一個科學方法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聯合醫院的副院長 徐大誠也說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依照有沒有發燒 行動是否異變 看來是否不適原則判斷 大劑了 感冒也是這樣 好像我這樣 明明進去 我這些危險 重症的 我還可以跑兩個圈 慘了 那你回去等死 是啊 所以 去年1月疫症開始的時候 當時還說 高雄市市長 海國瑜 說 國防部是否可以借一些 軍營出來 空置軍營 借空置軍營出來 做收容所 為什麼政府仍然不採取 台北也有很多軍營 對嗎 你一直掃進去 桃園 這裡有很多軍營 空置 或者一些比較遠離人煙的軍營 你拿來做隔離的病床也好 醫院也好 什麼也好 你放幾個醫護人員在那裡 安安住每一個病者的病態 這裡做的 你不是叫人家回家 病床不夠 好了 原來 為什麼這樣呢 剛才講過一個題目 一年之後才知道 病床不夠 他一直都說 從第一天開始 由去年的二月開始 一直都是 網軍 吹噓 我們是超前部署 如果這樣說 到現在 去到2021年的五月中 有年多的時間 我就算不說前面幾個月 我說齊頭一年 為什麼政府不預測到 或者有一個政策 當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如何處置 到現在才說 幾百例 一天幾百例 原來我們沒有任何的政策 沒有任何的 SOP 去處理這個問題 叫大家回家等 就算你現在沒有 你知道我們不夠病床 你都有沒有想辦法出來補救 其實在這個沙士的年代 全台灣是一千個負額病房 一千個 現在目前有多少個呢 七百六十個負額病房 即是不見了二百多個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了呢 因為沒有疫症 但是在去年開始 大家看到疫情 也預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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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未宣 做這個負額病房 是隨便用的 因為沒有疫症 所以大家都掉以輕心 我們可以看看去年 我們未必不知道疫情 但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在大陸 在武漢的地方 他們的爆發情況 在講數以萬計的人 去感染到 你在台灣 你只需要有十分一人 疫情的十分一 你可不可以負荷到呢 現在很明顯 一年時間 他都沒有做過任何的評估 或者沒有做過任何的計劃 去處理這個問題 從前幾天開始 到今時今日 是二十一日 成千多單 你怎麼搞呢 當然 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傳染力是快 但是那個毒性 沒有那麼強 死人是不會那麼多 但是問題 你也要將 所以你要建立 一些空資的效射 空資的軍營 酒店 你要精容 立即把這些輕證放進去 中途醫院 對 你不要叫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 你不可以不叫方艙醫院 你不可以叫方艙醫院 你隨便說名字 你隨便說名字 安置了這群人 去安置他們的生活 你這些都沒有做 我不知道他們的超前部署 是怎樣 是嗎 他給了一年時間去做 所以 現在有人說 我們看到陳時中 現在每天 以前 一天就開 因為疫症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最初每天都開記者招待會 後來就變成改 幾天開一次記者招待會 因為沒有什麼疫症 有什麼好說 現在是上下週都開記者招待會 用記者招待會去解決問題 好了 有些人說 喂 陳時中 疲態不現 他看他出來 好像沒有武器 這樣說了很多 他說 是不是 有人要求 不如切換陳時中 讓副總統 賴清德 或者行政院長 蘇貞昌去吵 因為陳時中 做這個位置 可能他 說是指揮官而已 你始終沒有 蘇貞昌作為行政院長 他這麼有power 他要徵召什麼 就徵召什麼 你作為陳時中 他指揮官而已 即 按權力 他是很大權的 他可以應用什麼都可以 但畢竟 你都不是那個位置 蘇貞昌是行政院長 賴清德是副總統 他出一句話 他要做什麼不行 所以有些人說 不如換陳時中 這個環境之下 你不如找人做 即是不如先休息一下 不是說陳時中 有什麼重大錯誤 還有幾年之後 不是兩年之後 你打算找他出來 選台北市市長 沒有搞花檔案 現在已經花了 找了人出來選 怎麼選 要讓人有口實 所以你讓他休息一下 陳時中在過去一年來說 你講 撇除了做神 其實他在這一年來說 他也是落心落力的 是的 即是不過不失 我們又不可以 因為這件事 就說他好像很無用 但事實上 超傳部署 也因為 吹起過頭 和年紀沒有疫情 他們掉以輕心 真的很多事情 他們做了一件事 其實就是 第一時間封關 因為台灣的地理環境 封關的話 不會有外來感染傳到本地 好了 我們講下一個題目 這個叫做 台灣停電 將成為常態 買樓要選ABCDE區 是的 好像還有F 還有F 也有 哈哈 為什麼會有這些區 等一下我們講 我們上一集已經講過 台灣太停電了 好了 5月13日 興達電廠 因為一個員工 按錯了一個開關 導致全廠停機 造成全國大停電 各地陸續出現停電追程 包括台中苗栗 桃園 基隆 新竹 宜蘭 高雄 目前也有部分區域的停電 還有一些是台北內湖 新北土城 5月17日 興達1號機 又再次跳機 電網頻率一定低到59.62Hz 如果到59.5Hz 才再停電 引起大災難 所以在59.62Hz便先停電 好了 這個大停電 搞到 晚上20時50分 全國輪流停電 以免被觸動電網崩潰 影響更不可控 現在是第二次停電 5月13日一劑 57 就有第二劑停電 好了 全台兩次分區停電 引爆民怨沸騰 蔡總統昨天在念書上說 再次抱歉 對於今晚部分地區的臨時暫停供電 我感到非常抱歉 這些是很文青的 對 好了 問題 我們什麼叫分區停電 那個區 譬如我住在台中 那它是否需要在那一區 原來 分區 大家聽清楚 如果是 住在台灣的朋友 或者 香港 將會移民到台灣 就要記住 有一個叫AB區 這個叫緊急限電編組 如果有突發事件 導致電力嚴重不足 會以AB順序輪流 緊急限電 每次約為50分鐘 即是說有什麼東瓜豆腐 你在AB區裡面 就先停 就A停 接著到B 就50分鐘 50分鐘 那B停完之後 就分了A 我說貴一點 拿不拿出來 好了 接著有一個CDEF組 應該是CDEF組 不是CDEF組 一組 它說這個計劃性限定編組 用戶分佈在全台 計劃限電 的時候 由C組分區限電 每輪約50分鐘 C組用戶全部編完之後 就再開始編 D組以此類推 即是 A B C D E 其實基本上差不多 如果你是屬於這個 這個 G D H組 就行了 但是這個是給國防 和交通 和其他重要用戶 並不列入限電 就是說 軍營那些就不能停 交通 高鐵那些就不能停 對不對 另外的重要用戶就是 台積電那些就不能用 你怎麼知道 你自己是哪一組 還有一組 還有一組 I組 I組 是特高壓用戶 電力不足後 會優先按照工業用戶限電措施 減供電力 因此 不再重複列入民生限電措施 那什麼呢 即是說 你用高壓電 譬如 香港有三百 三百六 即是 有些機要用三百六 三百六 三上線 三上電 這些就不屬於 會減低電 即是說 台灣就是 百一到二百四 即是二百四 相當於香港的三百六 相 三上 即是說 會減低你的電壓 可能去到三百 這樣 你仍然運行到 但可能對你那部機 會有損失 很大的 會有這樣的情形 好了 J組就是 台電電廠配電線路的變壓器 攜線 不列入限電的規劃 那這些是什麼 即是電廠自己用的電 這樣就不用了 好了 究竟你怎麼知道自己在哪一區呢 很簡單 是的 原來你的電費單上面 是要印住的 是的 從來沒有人留意的 哈哈 你的電費單上面寫著 C組 B組 A組 會寫著的 原來交電費交了幾十年 是第一次知道 這是什麼 不說不知道 所以 剛才我一開始的題目 就是說 停電將來常態 你看到 本來前兩天 都說停電 好在有一場 及時雨 令到氣氛 不是我說的 他已經發了一些短訊給那些用戶 告訴他們 我們將會分區停電 那些人已經準備好 什麼時候輪到我呢 剛剛那天下午下了一場雨 令到氣溫降低了 氣溫降低了 那你用電量就占了 那一場雨集中在中部 那些電量就能夠補給到 那是山區 根本就沒有什麼用電 不是 他那一場雨都可以的 變了 令到氣溫降低了之後 那一天的用電 可能剛剛夠了 不用停了 但是 剛才我說 停電將會成為常態 就是說 台灣根本是不夠電 嗯 就這麼簡單 這個電是整個城市的命脈 嗯 你經常停電的話 其實不要說工業生產 你民生的安全 都很大威脅 他現在重要 你民進黨反核 核三 有一組發電 是未到 現在 他稅收 為什麼 現在很多 很多電廠稅收 每一年會檢收 為什麼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要 五月 往時來說 用電量也不太高 因為往時的熱天是到六七月 八月才開始的 那麼 那麼今年的熱天是提早了 五月變成稅收的時候 都令到他現在 喂 停了幾早機 打算拿來稅收 你突然間這麼熱 我就保不上了 那麼其實核三 其實有一組 是未到的 是應該是二十幾號 才叫做稅收好 才投入生產 他說不要了 趕快搞定他 用了 你民造黨的政府 對核電這麼痛恨 這麼痛恨 沒有夠用 核一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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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全部生產 對不對 要用外發電 現在就有人說 剛剛說了 小英說 非常抱歉 下面有些網友留言 我們用外發電 小子說了那麼多話 到今時今日 政府官員依然強調 我們不缺電 但是為什麼不缺電 你又會停電呢 他們說是兩個獨立事件 即是沒有關聯 即是你不要聯想 你不要把事情聯想在一起 不是缺電 只不過我們拿不出來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但是我們有一個新的訊息 就是說 我們有一位台灣的名嘴 就有些 這個叫周玉寇 周玉寇曾經也誣衊過馬英九 說他收了兩億 後來馬英九告過他 結果就打贏了 令到周玉寇幾乎全部身家都會賠錢出來 好了 他在台北之音 他有一個電台 台北之音的董事長廖遠慈瑜 他說 由於經營不善 他說會在5月20日通知周玉寇 他的節目在月底停播 好像是5月21日最後一天 5月21日就是周玉寇自己說 你不要來解僱我 我先解僱你 不用在月底 我做了5月21日 我就不能做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他就不做了 他就說 他不接受這個說法 他說一定是 但是 這個台北之音 是被 是被中共國台辦指使 染紅了 就是 一說共產黨 什麼都可以 這些言論 其實已經在近年 嚇到不少官司 包括被國台銘告 告到他哭 好了 這個地盤 沒有了這個地盤 還有很多地盤 其實綠營的 是打手 大哥 一定安排到的 綠營的官員很喜歡上節目 還有很多內幕消息 會爆出來的 我們看 期待他在自己的 其他的 可能在網絡上的 一些 節目裡面 希望見到他 下個星期不是我們 是 我們要到六月才見 好 拜拜